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斜向抛射的题目 斜向抛射它其实就是跟水平抛射很类似 斜向抛射它如果从最高点来分成前后两段的话 那后半段就是水平抛射 因为当这个抛射物体飞到最高点的时候 代表它不会再继续升高了 它不会再升高 所以它这一瞬间的速度一定就是 是往水平方向的 那一瞬间飞到最高点的那一瞬间 它速度是往水平方向的 所以后半段就是一个水平抛射 然后如果我们看牵直方向 牵直方向它其实就是直上 就是向牵直上抛 然后到最高点 然后再从最高点落回来 那这两边也有对称性 所以前半段后半段花的时间是一样的 那它就是两个水平抛射 只不过前半段是水平抛射的倒带倒转 好那如果要求发射到落回原高度的飞行时间 那我们就只要求后半段的时间 再乘以2就可以 而且后半段是水平抛射 那水平抛射的所花的时间 跟从静止落下所花的时间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带 我们第二张最后的那些公式 T会等于V0Y去除以G 那为什么是V0要加一个Y 是因为V0指的是整个斜向套射的速度 但我们现在影响它飞行时间的只有 它的牵直分量 速度的牵直分量 牵直我们喜欢用Y来表示 所以就是写V0Y 那题目说这是一个初速每秒50公尺 仰角53度 所以从这个几何关系中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初速其实是50的话 它的牵直分量是40 然后水平分量是30 因为它是53度的 直角三角形 就是这个 这三个分量是形成的直角三角形的形状 所以 第一题就可以这样做 所以 牵直方向的初速是40 那途上重力加速度G是10 所以上升到最高点是4秒 但是还要乘以2 2T才是它所求 因为我们刚刚算的是 飞到最高点的时间 所以全程时间就是8秒 好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第二题也是 可以带之前的公式 我们如果得到了 牵直方向的初速 那就可以带之前的公式 之前在2-5 2-5也有这样的公式 2G 2G 然后分之V0 可是这一次要把V0 写成V0Y 2G分之V0平方 把V0改成V0Y 因为之前的牵直上抛 它就 初速就是 只有往上 但现在初速 是写的 所以会影响到上升高度的 是V0Y 所以这边就是带入40的平方 去除上20 所以 44 16 16 除以20 80 第二小格 80 它可以上升80公尺 那第三小题的话 它是问的是 水平射程 水平射程 就是水平方向等数运动 水平向等数运动 水平向等数 所以 它的射程R 就会等于 它的水平速度分量 去乘上 上升时间量 的两倍 就全程的时间 这个2 是因为 跟第一小题的2 是一样的意思 它有上升又下降 所以 在它上升又下降的过程中 它也 在水平方向 走了 这么多的距离 走了 这么多的距离 那就是用30 去乘以2 乘以8 没有 乘以2 乘以4 所以结果就是24 240 好 那第三格就是240 好 那最后它要求的是 它的轨迹方程 轨迹方程 稍微有一点点小复杂 不过它的意思是说 它要用X和Y 来表示它的轨迹 也就是消去T的意思 消去T 消去T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以极出点为圆点的话 以极出点为圆点的话 它的 它的 X方向的位置 就会是V0 乘以T 经过时间T 它等数运动 所以X 就可以这样表示 那 Y呢 Y的话 是等 等加速运动 它就会是V0 Y 其实 刚刚这边应该要多写一个X 用错颜色 这里多写一个X 那 Y的话是V0 Y减掉二分之一GT平方 这样子 那 它希望我们用XY表示 所以 我们要消去T 要消去T 那我们先稍微的 把一些数字带入会比较好算 数字就是V0 X是30 然后V0 Y是40 R G是10 这样子 所以可以写成这样 30T 然后Y的话会是40T 减5T平方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把T 改写成30分之X 然后把它带入Y 等这部分 好所以 Y就会等于 4分之3X 再去减掉5 然后除上30的平方900 乘上X平方 好 所以最后约分之后会得到 4分之3X 就是减掉180分之1X平方 这就是第三题的答案 这就是它的轨迹方程 这个可以去做图 做图之后 它就会长这样子 好 谢谢同学 你可以 是啊 是